我们待会两人组的一起看那个废弃教室的现场 三人组的看这个最终捞起的东西 然后15分钟以后会换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吧 好 门口一条低落状血迹 我从这边吧 你地上先拍了吗 小鼓 邹正的时候 我发现了匕首 它是能够去契合死者的左胸下面的那个锐气伤能放口的 低落的血迹 大概能判断受伤的人的走向 试试试试试给我一下 刀上有血迹 长是15厘米 任长是6.5厘米 我说是什么 成长是1个小区的 我说是6厘米 1厘米 1厘米 2厘米 3厘米 1厘米 1厘米 3厘米 9厘米 1厘米 5厘米 散额的玫瑰花 萌萌 倒计时一分钟 老江很近度 不过你这边拍了没 拍了 桌子和椅子都比较干净 说明是近期有人坐过 两下 6.5 3 2 1 从左往右吧 来吧 第一个是被套 先打开看看 有泥土雪季 床单上的雪季 是要查来源的 树枝有什么 现在有几个可以告诉你们 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 斧头和刀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好的 谢谢老师 这是那个酒瓶 这个地方测一下它的DNA 这是蛋糕的包装袋 等等 这边有个啥 脚布吗 这个塑料袋在这里 这里是不是塑料袋 这个包装袋上的塑料和脖子上的推测 有可能是同一种 然后需要查它的来源 是不是那个谁小凯买的蛋糕 床单还有包装袋 和这些重物可以有一个连用的效果 可以是套头 如果从心理上考虑 可能是不想面对 然后其他方面考虑可能是想要 让它死得更彻底 那如果有别的胸器 为什么非要套头呢 我可以套在上面吗 可以 然后给它粘起来 就说不是粘起来 就说你的那种心理上 如果它非要挡住人的话 那这个划痕 这个划痕不一定是 这个嫌疑人做的 所以这个划痕也是存疑的 现在你们就可以进去了 好 德老师 等等 等等 把这个门 门你看 低落状一直到那边 门把手看看 指纹 行 这 匕首 试记是要查来源的 这 书本上有雪记 小悠的 这是她自己做的标记 这个外卖 R字 校单数量三 那就证明有三个人会来 这是个贝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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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不会有一个包裹湿体 然后 但是这就是死后泡石 我觉得你包湿体很紧张顺手一包 但是它要从家里拿被子也挺难的 就是不符合一个 激情杀人的动机 这个塑料袋 可能就是它用这个袋子套在它的头上 然后用胶带缠住 然后造成一个缺氧 然后窒息的一个死亡过程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套上 我刚刚有想 但是我觉得意识清醒的人 你要去把它这样套住之后 再拿胶带一圈圈的缠它 还是比较困难的 倒计是一分钟 抓紧时间 这是血迹 这个东西看了吗 看了 看了 三 二 一 好 这个两组把这两个现场都做了这个搜查 发现了很多信息 目前这样的 现在所有的这个血迹的检验都是死者本人的 没有其他人的血迹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毒化验 常见毒化验都是阴性的 刀上的指纹 是小凯的 然后呢 那我们下午三点钟 去到这个地方 来做 汇报 我们要 对他这个死者的死亡的过程做还原 然后一会儿周老师会给一份这个资料给你们 有些案情 包括两线记录 有一些东西出来了 你们可以看一看 好 好